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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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要看就看你打的不可以的嘛 打的可以的就不用我讲了 哈哈哈 我就基本打的都不可以 这个还可以啊这个还可以 好停一下哈 啊就是感觉上第一个发力上半还可以 但是你没有借到力 所以你的身体啊 你没有一个协调 所以变成你现在比较单纯的 就是靠这样一个力量 那这个力量你又欠缺一点 但是有些专业的它也是一样的 它可能也是可以单纯这样 但因为他们这个经过的训练 挽力啊背力啊这些都比较好 它能够达到后手 那你达不到 所以解决的方式有一个加强你的力量 虽然身体没有还是可以对吧 但是就是有点开玩笑 最好还是让身体能够协调一点 这样呢就是说你打完球以后 它又能够很快就回来了 我来看一下你的窝拍 比如说反拍 你大概应该是怎样 如果您让我现在这么 我可能是说要这样去 你打的时候是应该怎样的 我打的时候可能是这样去打 其实这个呢就是说 通常是可以这样用的 那么一种就是这样的一种 拇指顶在你所使用的 那这样的窝拍呢 就是说通常在打 这个击球点就是比较顺的 在比较前的地方比较好 因为这个地方很舒服 很容易发力 也很容易控制 拍卖很容易控制 但是还有一些情况就是球厚了 比如说人家打得很好 那这个机器点已经偏厚了 你说再去这样打的话 就比较难发力了 对对对 再加上人家又比较边的话 所以这个拍片要想往里面抠的话 很辛苦 所以这时候呢可能就要把这个窝拍的方式呢改变一下 由原来的这样呢变成这样 虽然看上去不正规 但是这个打起来非常适用 对 为什么 就是说当你这个在点在比较厚的情况下 我这个力量第一个还可以借到 第二个还可以发出去 而且拍面刚好可以进到这个场地里面了 就是这样可以避免球出边线 对对对 一个是出边线 还有一个就是然后可以发力 主要是在发力上 对对对 你像这样的话 刚才的时候很难发力 你看到没有 对 那这样就不一样 它就很容易了 对 啊 可以打快一点 其实很多球 他觉得过度的 他快点 他会点一下 那这个球速呢 过往呢就是不要太高 稍微远一点没关系 你准备好了以后 下一拍最早可以把它往实回来 现在我们讲一下这个 你的反派的接杀 那当然步伐是比较关键的 接杀的时候呢 尽量把球能够放在身体前面 啊 因为这样的球比较容易接 这是一个 而且给对方有一定的威胁 就是说虽然你杀过来 快点快点回过去的话 那对方还是比较 就是没那么多时间 还有一个就是在前面呢 他容易变化 啊 他就是容易到对角来 包括你容易 也容易发力 越后是越难打 首先给自己的意识 就尽量放在前面一点 放松 放松 啊对 放松 啊对 注意拍面哈 第一个呢就是尽量不要不要太僵硬 你刚才好像有点切 切是吧 切可能不太容易控制球 因为这个球到时候会会滑掉 你这样自然顶拍一下 对 对 这个板子拨是用手指翻力呢 还是是这样拨吗 其实这个不能去拨它的 啊 这个因为为什么不能拨 嗯 它它不像这个往前 它插球 嗯 它是比较快的 对 你说去拨它 因为它不可能在你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顶它出去 对 对 为什么顶呢 我就 对对对 靠手腕这边 手指这个当然也配合到 嗯 你只要顶住它一下 嗯 你就得尽到它的力了 对 啊 这个就是看你要顶多大的 你顶的重一点 它可能就圆一点 你它会顶轻一点 它的球就近往一点 拍面就这样检查一下 再来 一个是大拇指顶 这个地方有感觉吗 啊 有一点 有一点 这个因为在在在在这个部位嘛 啊 这个这个只是一个支撑点 一个支撑点 现在比如说你去放下来啊 就这样垂直了啊 这打球其实是一样的 准备好了也是一样这样出去的 啊 对不对 啊 对 还有一个刚才我讲的就是说 你不够干脆 你这个球 啊 因为刚才我们球比较慢一点 嗯 所以你可能还可以 在轮廉快的话 你这样打应该是不太可以的 所以就是这个球来了 你就是看好 就这样就是很干脆直接秒淡了 就动作要小 对 是这意思吗 因为你这样拖的话 这样你拍太长了 看上去会比较稳 其实你的球会比较慢 啊 过去的球数也会比较慢 对 所以有时候就是转被动为主动就是有这种方式 那你挡快点可能挡的质量好一点或挡队友他可能变成他上来可能就抢不到那个高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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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种钩对角 这种效果非常的在业余里 非常的管用 对对对 不要说你们 就是说专业里面 我觉得也蛮管用的 您能不能我们演示一下 看这个手腕这样过来 这个手腕就是 这个到对角了 哇你都考验我嘛 高手当然 你看我接出球车 就是比较快 干脆这样一下 所以他球车过去也比较快 对对对 那我可以像你那样 我可以做慢一点 来 这样他就慢了 你看到没有 动作也大 但球也是贵 可以稳的 再来一个来 他这样他就这样 那你看我另外一个 他就很干脆了 再来试试看 就是初拍要快 对对对 那这球车他就快了 他像窝窝拍的 可以变一点 尤其像这个 他可以这样一样的 也是就是 你手腕来动 对对 刚才我们打开 反开不是这样的吗 其实道理是一样 他到这个地方也一样 如果你这样的话 你转不过来了 对对对 转不过来吗 这样我还可以转过来 这种东西有好多用途 是吧 哈哈哈哈 看看还有什么需要 往前 那我们从后面往前想 我们想到往前 要去蛮多了吧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今天会难得吗 主要想您跟我说一下 就是高点的时候 一些动作的要力 嗯 在做之前稍微讲一下 首先还是讲个窝拍 我真的讲我个人的窝拍 其实可能有些 呃优秀运动员 他窝拍不同样 这都无关紧要 只要我们讲的是一个 球出去的质量 这是一个 那窝拍第一个要稍微放松一点 我比较忌讳 球员把牌子抓得很紧 这个一方面的缺少变化 然后呢 力量也也不太容易发出去 所以放松一点 嗯 那这个推的时候 最终的力量 其实还是在手腕跟手指上面 手腕和手指 不管是 像我们比如说推对角 嗯 最后的力量还是要 在这个手腕跟这个手指 嗯 手指主要它是在最后那瞬间 在这个推出去 那力量还从这个发出去 嗯 再一个呢就是说 呃 有些力量不贵的话 他可能当然可以借点这个小臂 小臂 但是如果像力量贵的话 动作越小 当然 对对方的影 就是威胁越大 因为你不动的话 它其中有个变化在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先示范一下 好 好 看一眼这个就这样一瞬间 动作不大吧 嗯 动作大不大 不大 大的你就要讲的 我再动小一点 哈哈 拜拜 看到我还是长得很强壮的啊 你的身体数据都还不错 对 这个今天还没讲 对 你没有转换这个拍子 对对对 你还是这样握的 然后就靠这个去再去打 对对对 压不下来的 对这时候真的压不下来 这其实是很多人出现的这个问题 对对对 步伐 其实我就是说你有这个能力跑动 但是步伐我就说还是要注意一点 要有点弹性 所以变成你出去以后 哇就硬撑在那个地方 回来都硬撑在那个地方 比较僵 比较硬 真的看了这么多今天我们讲了 就是说好跟不好 其实我想你心中都很明白 所以你刚才你说 你是一个很痴迷的这个球迷 我也非常相信了 那回去再好好再细细琢磨一下 好 行 那么今天就因为时间 下次有机会再进 好 谢谢 有机会再上次跟你学习 好 好吧 谢谢啊 不用客气